大家好 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 这个是现在正在中国访问 他是8月31号到9月3号去访华 现在是他这次访华主要是谈气候问题 而且是应中方邀请 那么王毅周三的时候 就在线上的会议对着克里说什么 他说中美在气候方面的合作 不能与两国之间的一般关系分开 球现在在美国手上 美国应该停止将中国视为威胁和对手 停止满世界唯独打压中国 采取积极行动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王毅说什么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合作是唯一的正确选项 那么克里对这个王毅说什么 他说中国在应对全球变暖的斗争中 发挥着关键作用 我认为气候问题的挑战和我们在全球面临的任何挑战都一样 人人来就是谈那个气候问题 你这个王毅呢又扯到这个中美关系啊 基本上这就是鸡同鸭讲 反正他也谈不拢 对不对 现在中国就是中美关系就是这么紧张 对吧 美国一直批评就是新疆的人权问题啊 香港局势还有这个新冠疫情这个溯源问题啊 反正就都这些问题啊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在批评中国 所以这次来我讲谈他也谈不了多少啊 大家也都知道中国那个环境就是污染非就是非常厉害 就是环境搞得非常差 就是因为这个现在自身的发展啊 看看这个北京的雾霾啊 看看各地的这个就是工业的污染啊 这就为什么这次克里访华 就是主要跟你中国谈气候问题 但是呢 我相信也谈不出来什么啊 那么现在就是说他为了驳斥 就是现在西方对中国这个环境问题 就一直都是持这个批评的态度啊 为了驳斥就是中国这个环境污染 就是你不是说我中国那个环境污染程度高吗 对吧 我们的赵战狼 我们可爱的赵立坚 我们的间隔 在推特上写什么 就是他在写的 就是提到环境污染啊 我们中国从来不是光说不炼 而且还附上什么 就是全球森林覆盖密度的就是色块地图啊 就是绿色的中国啊 就是显示什么 就是说你看中国啊 我们这有多么的绿色 他就是用那色块来显示 就是森林覆盖程度啊 他呈现绿色这个中国领土说明什么啊 他用这个地图啊 来说明什么 中国向来就是以行动证明 就是你看我们环境保护的多好 我们啊 这块土地 我们中国 你看这地图啊 环保的地图啊 你看我我们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到底有多少 但是这个图当中呢 他唯一忘了 他忘了什么 他忘了把台湾给加进去了 啊 这块这张地图 他贴的推特上贴这个地图 就是台湾呢 就是什么 被图上白色啊 就是说明什么 就是中国这块地图啊 看了 不包括台湾 所以呢 这就 妥妥这辱华了啊 就是 台湾内上给涂成白色了啊 结果 有个网友就在发现了 在微博上发文啊 就说什么啊 他说赵立坚 这个推特截图啊 不仅没包括台湾 而且呢 不仅 就是他把那个藏男啊 阿克赛金 克什米尔都画了印度了 啊 就更不要提 台湾都没了 啊 他说你看 这样高级外交官犯这种错误 你叫我说点什么好 而且 而且 这个在微博上 就发现这赵立坚错误的人 这个人啊 他说这个绝对不是我在那儿 屁图 我有影像资料 就是我有影像资料存证 我有影像资料证明 这的确是赵立坚推特上自己发出来的 嗯 他呢 忽视了一点 赵立坚呢 他是在推特上发的这个文章 赵立坚在推特上发的这个地图 你是怎么知道赵立坚发的这个推特 他把赵立坚推特上发的地图 给发的这个微博上 结果这一下他的微博号也给封了 小粉红这号给封了 现在为止呢 赵立坚呢 把这个推特这个已经删了啊 这个小粉红这号啊 揭露这个赵立坚辱华 他这号也没了 啊 然后呢 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这时代属于什么 属于一个 以前有个大航海时代啊 就是你看这世界各地 他在搞就是这贸易啊 就是教和就是海上啊 就是航海时代啊 全球海上贸易啊 然后是探索啊 探险啊 还有个电子游戏 大航海时代2 那个非常好玩 特别喜欢玩的啊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大辱华时代 什么叫大辱华时代呢 你这一辈子 你无论怎么着 你肯定有一次 你的辱华啊 这就叫大辱华时代啊 你始终是要辱华的啊 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要 就辱一次华呢 对不对 就是说你这辈子 肯定是要打一次疫苗的 你为什么你小的时候 你就不打一次 把这疫苗就打了就算了呢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大辱华时代 大疫苗时代 坚哥让这个小粉红反咬一口啊 怎么办 这种低级错就是怎么办 我们只能就是在海外 就是帮坚哥呼吁一下 赵战狼啊 我们立坚哥呼吁一下啊 坚哥没辱华啊 坚哥不认为台湾是中国啊 赵立坚不认为这藏男啊 这个阿克塞欣啊 科斯米尔这个是中国啊 所以呢 我们是帮这个赵立坚澄清一下啊 推特上呢 赵 坚哥呢 虽然把这个就是这个推特他他给删了 对吧 没关系 我把这个赵立坚他这个推特上发了个文啊 啊 我作为我这期视频的封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你看赵立坚满带微笑啊 小嘴一开啊 然后小眼一闭啊 是吧 我们没有啊 这段道理